最后教大家在人生当中要交四种朋友 一种朋友是很慈悲你的朋友 经常很慈悲你 在你穷困撂倒的时候 鼓励你帮助你 第二种朋友 一生正气有正能量 他在你难过伤心的时候 他陪伴你 他开解你 让你想通想明白 为你领路的朋友 那是第三种 他愿意无私地把过去的经验告诉你 走过泥泞和坎坷 同甘共苦 第四种 好朋友是会批评你的朋友 时刻他提醒你 监督你 不希望你的人生走偏走歪 走得艰难曲折 有这样的朋友 你的人生将充满着希望 这些朋友 这些朋友不在很远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佛友啊 慢慢人生路 交到合众朋友 他就能改变你的生活态度 和你的前途和命运啊 在你有困难的时候 我们伯友就会伸出慈悲的手 来帮助你啊 想一想 我们老了 靠得住孩子吗 靠得住自己父母亲吗 我们靠的是谁 靠的是全世界的伯友啊 因为他们都是我们的亲人 等到我们有难的时候 他们八方之缘 这就叫无私的奉献 佛法能够转变你的人生 人生难得 经已得 伯法难闻 经已闻啊 好好的珍惜人生 你才会在人间 重获新生啊 谢谢大家 感恩观世音菩萨 让我看到了希望 你们就是传承佛法的希望 这个世界有了你们了 台长放心 观世音菩萨和你们都会放心啊 好好提升自己的境界 让佛法在这个世界上弘扬 让莲花在这个世界上 到处开放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让我们再次以最热烈的掌声 感恩卢金洪台长 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开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